华晨宇灯歌手舞台眼妆自然又深邃,什么眼影色男生又也好看? 亲,我是专业做形象设计,色彩搭配,服饰搭配培训的,华晨宇灯歌手舞台眼妆自然又深邃,换个人,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? 我的经验回答,那可未必,你的问题表面只有一个,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需要清楚的是一个人穿衣打扮的两大基石,适合的色彩裙,适合的服饰裙。 首先从华晨宇的穿衣风格上来看,为何造型师把他妆容的亮点放在了他的眼妆,而不是其他地方?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,华晨宇有一双电眼,他的眼睛很美,眼神默默寒情,轻易就拨动了他人的心。 在穿衣风格上,华晨宇是一个典型的浪漫型人,浪漫型男士是所有男士风格里面最适合化妆化的跟个女人式的妆,他天生比其他男士穿衣打扮更强调一点阴柔美,所以这么样的妆容放到他身上你会觉得真好看。 再从色彩迹形来看,他的眼影是非常适合他的大地色系,这种暖暖的棕色系,对他这个用色同样强调温暖的感觉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所以,你要想学习华晨宇的舞台妆,眼妆要好看,眼影怎么来选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 首先你需要跟华晨宇一样是一个有浪漫风格的人,其次在用色上是强调温暖感觉的人。 这样的话,你可以照搬华晨宇的用色,还有他眼妆的手法。 比如娱乐圈里面有两个人也很适合画眼妆,这么美的眼妆,一个是王俊凯,一个是陆寒,如果你确定自己跟他们很相似,你可以去尝试。 但是如果你本身像杨千玺一样雄性感觉很浓,还是回避,除非你想吓人。 另外即使你跟华晨宇一种风格,可是每个人的用色各不相同,一共形成了深浅,冷暖,静柔六个固有色特征,你是哪个固有色,这是需要专业测试的。 想了解更多的色彩,想了解更多的色彩搭配,服饰搭配,形象设计知识的话,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,马拉基斯形象顾问。 关注,唐小姐的闺蜜圈,闺蜜美,世界才美。不,你会比闺蜜更美。文莫有惊喜。 卸妖。 大陆歌手华晨宇于几天前首唱歌手,虽然作为补卫歌手最后一个登场,但却凭借一首齐天毫无悬念地拿下第一名,终结了英国女歌手Jesse J.连续三周冠军的神话。 高昂的嗓音,从吟唱到rap再到高音爆发一气呵成,引得全场惊呼不断,赢得观众的热烈称赞。 然而,除了其高深的演唱功夫,更让网友感兴趣的竟然是她的眼妆,精致的眼妆搭配深邃的眼神,不少网友纷纷求其眼妆教程。 华晨宇在节目里面用的是红棕色眼影。 很多网友要问了,还有什么眼影色适合男生呢? 其实,男生的话一般用压光的咖啡色比较合适,很多模特明星都会用咖啡色。 棕色,深棕色都比较适合男生。 当然,除了眼影色的选择外,化妆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,更要搭配眼线来化妆,无论是上下眼影或者是小范围的眼影都有着不同的出彩效果。 这点就得因人而异,画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,让你的颜值更上一层。 另外有些小伙伴可能不适合画眼影哦。 给看到最后的你一个么么哒,任何疑问的地方欢迎留言评论我们来一起种草拔草。 关注唐小姐的闺蜜圈,私信回复唐小姐,你想要的全都有。 男生化眼妆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一直以来,男明星也喜欢在眼睛上折腾,并且总能给人惊喜。 接下来来看看几位男明星是如何操作的。 眼妆要因人而异,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画眼妆。 打眼影真的不是每个男生都适合的,比如黄小明,眼妆好不好看,选择什么颜色,和眼型眉毛有很大的关系。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黄教主与花花的颜值照片。 教主的眼妆给人比较妖的感觉,而花花给人腿,迷离的感觉,而且比教主不同,花花的眼妆是比较浓的。 什么眼影适合男生? 什么眼影适合男生? 黄皮肤不适合烟熏妆,对于颜色偏深的眼影要慎重选择。 粗粗粗的黑色眼线,会给人有种要饶的感觉,比较浮夸。 皮肤偏白的,眼影的选择性会比较多。 可以向女生取经,粉红色,闪光的眼影在荧光灯下更耀眼。 如果眉霜,单眼皮,可以着青用smoked网睫毛根部多坏0.5厘米。 在日常搭配下,男生的眼妆以大地压光为主,考虑到男生熟练度,可以选择比较不显色的眼影,用刷子多次涂抹,比较低调。 华晨宇在歌手上的眼妆虽然比较浓比较张扬,但是符合他的舞台风格,因此大家会觉得自然又深邃。 但是实际在日常中,男生可以使用的眼影也很多,只是不能画得太夸张浓郁而已。 1. 浅宗 在我逼问了几个男性朋友之后,他们选择的眼影颜色出奇的一致,都是浅棕色,浅橙色,浅金色,深色无一例外都是E秒Parts。 这是有多么畏惧眼影,浅棕色没什么雷区,无论男女,直接上色也不会夸张。 2. 涂出来的效果就类似下涂,果真没什么妆感。 2. 深棕 无论是浅棕或深棕,都可以成为大胆使用的眼影。 大地色系眼影在眼影中是最低调的,深棕要更显眼睛深邃,着重涂眼尾的话还能拉长眼形,是种眼皮必备善品。 3. 上眼妆效大概是这样的。 3. 橙色 个人觉得这种浅浅的蜜桃橙色非常适合男孩子,不需要很大的范围,在以大地色系为基础的眼妆上,在睫毛根部或者靠近眼尾的部位稍微涂抹就可以,会看起来比较阳光活泼。 4. 这种剧色在男明星里比较受欢迎,尤其是拍摄画报或者舞台表演的时候。 4. 红棕 对于男孩子来说,肯定不能像女生一样画得特别明显,但是缩小范围和减少用量,在大地色或者灰色的叠加下,并不会夸张。 5. 智在眼尾或者上睫毛根部涂,是不会有明显的色彩的。 5. 灰色 黑色 灰黑色容易化成烟熏妆,眼妆看起来会比较浓郁,不太日常,显灰色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状况。 5. 单涂或者和其他颜色叠加都比较不容易出格,只要不是大范围涂抹,不会有什么妆感。 5. 灰黑色